今天最大的新闻 就是说二月份的零售消货总额 是比去年同期升了百分之三十 那是不是升了百分之三十那么多呢 那我和大家拆解一下 其实今年的二月是农历新年的档期 而去年的农历新年是在去年的一月 所以用去年二月和今年二月去比 那个升幅就大了 但是无论数字怎样都好 大家看到近期因为疫情缓和了 以及一直在打疫苗 其实整体本土消费力度是强了 食肆餐饮的消费又是高了的 疫苗护照在不同的地区都说去陆续推行 估计就会具备到有条件通关 令到其他国家和大陆都会多了一些外来的消费来香港 加强到香港本身的经济增长 大家不要忘记 还有政府推出的消费券五千元 将会在未来两三个月就正式推出 又是可以振兴经济的 那我看到的数据说奢侈品都升了不少 那不如大家自己都看看 有没有什么奢侈品可以奖励一下自己